字幕友好 他是位置Abington 在阿宾順 這個樓盤有兩個發展商,一個是Barrage Homes,另一個是David Wilson Homes 今天我們先看看Barrage Homes 我們今天會介紹一個相當受歡迎的三款比較小的兩層高的單位 而除了這個屋苑之外,我們在牛津棍裡面也有其他的屋苑是有放售的 包括了示範單位也有,大家可以看看下面的連結 我們今次介紹的一間比較少見的三房獨立屋 因為我當時三房都是半獨立屋 外面有些纖維的板 這個屋形叫Moresby,大概900呎左右 好,那身處的位置是一個屋苑比較側邊的位置 今天都比較大霧一點 大家可以看看旁邊都有窗的 好了,那我們現在進去看看裡面先 這個屋苑還有幾間同屋形的單位將會放售 我們進來的時候,那個圓關位都OK的 不窄的,直望就是前面的樓梯,包括鑽石器那種 這邊左手邊的廳,右手邊就是廚房 前面這個就是洗手間 我們先看看右手邊的一個儲存 那個儲存都不小的,有一個Fusebox 有一個Fusebox那些東西在這裡 那這裡可能譬如說做一條的鐵通在這裡 可以掛衣服的下面,也可以放在BB車眼之類 那門呢,也都有一些光透進來的 然後呢,我們就先看一下廚房 那廚房的size有15尺6乘8尺10 那有兩邊窗的 那這個呢,也可以做一個單人的位置 那廚房的另一邊當然就是廚房 那每個plot的顏色,廚房的顏色都可能不同 那這個的話,就是一個比較深色的設計 那如果大家夠早去做一個reservation的話 那就可以選擇廚房 那那邊呢 遲下放手的 那也都會有一些單位是可以讓你選擇廚房的 那這個是一個upgrade了gold kitchen那種 那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它會包了一些appliance 比如這個雪櫃 upgrade了的時候就會包了雪櫃 然後這個櫃 還有這個洗衣機 另外這個洗衣機 那也都會包了這一塊玻璃的 那實際上其實它也會提供煮食爐頭 焗爐、抽油煙機和熱水爐 這個是一定基本的 這個木圈會有明火或者無火煮食 明火四個爐頭都是這種標準 這邊是有兩組電製的,其中一組是USB 這個我估計應該是升級了 這個就是標準的 所以這邊也有三組的電製 這個U型的廚房我覺得也是蠻好的 很善用的空間,沒有怎樣浪費 這個熱水爐就是放在這裡 通常MOSB的花園都是在後面 因為我的PARTYO DOOR是出到的花園 每個花園的尺寸、斜度都是不同 這個屋苑也算是比較平的 就算它是有少少斜的也不是很斜 大家可以隱約地看到 這邊有一個Garden Shade 在我們鏡頭的靠左邊 如果是沒有車房的話 發電箱通常都會給Garden Shade 這邊有兩支窗戶可以開到的 再加上這邊可以開到 還有一個落地玻璃的門 所以其實也蠻光的 單位 這邊有一個Gradata 還有買了電鍵 另一個電鍵就是放在這個位置 這個也是沒有Upgrade 也是正常的 旁邊就是洗手間 因為這間屋的中間關係 都是沒有窗的了 其實這邊應該是那間屋的後面有偏後一點 不過Anyway 它也沒有窗了 因為樓梯的位置在這裡 不過呢 也有一個抽氣線的 那麼它將樓梯的位置收起來 那麼這個做得不錯的 如果加上窗就更加好了 它旁邊就是廳 兩邊窗的 廳的話 是有15-16x17-18x Size 都不錯 還有很多光是兩個進來 這邊就放了個鏡電視的位置 另外兩組電掣就是我們鏡頭的兩邊 所以這邊其實都可以擺個大的梳化 前面有個電視 有茶几 其實都很多位置剩的 以個三磅單位計算的話 其實這個廳的Size 都不錯 就看完了樓下 以及已經是清潔好吸塵的 這裏是窗的可以開到 那都不難開的 那高一級的話 一推開就可以了 我喜歡這隻窗可以令到很多光能進入到房間這個位置 其實Moresby的單位不是每個單位都有這隻窗的 上到來之後呢 我們的左邊就是第一間房 這間是 全屋最小的房 Bedium 3 Size 8呎10 x 6呎5 一間單人房 那他都會有一組電鍵放這個位置 還有個 3Dator在這裏的 另一組電鍵就在這裏 那這裏可以擺張單人床 又或者擺這邊都應該敏敏的OK的 因為他這個位置應該都足夠給你擺 那他 都要6呎5 那一張6呎的床還有少少位置在這裏 那這邊呢 如果你真的高的話可能就放在這裏 但是那個 衣櫃的位呢 那就 可能小一點了 那他的隔壁呢 那這一間就是個Bedium 2啦 Bedium 2的Size 8呎9 x 11呎10 那這邊 都預算是床頭兩組的電鍵 那這邊套進去呢 都預算是會整個衣櫃的 所以這間是一間雙人房來的 那當你弄了他的衣櫃已經變成封了的時候 那這個窗的比例就會大一點 那雖然這個位呢 那他是對到正的那個的外面公路啦 但是其實呢 都聽不到車廂進來之後 尤其是關了窗 那在隔壁的有個Storage啦 跟著去間雙人房之前呢 有個Farmy Bathroom的 那每個的單位都有一點點不同 那他這個單位呢 那已經是做了一個upgrade 就是Shower Over Bath 和這邊有傳磚的 他做得一個Shower的話呢 那他都會做了一個 的傳磚和這塊的Screen的啦 那他就會提供這個radator啦 那這個呢就是上樓上的hatch 然後去看看那個主人房啦 那個主人房的size呢 有10呎7乘10呎10的 那這個房子呢 你理論上的話可以說他有兩邊窗啦 因為只要打開了這個on street的門之後呢 那就會 可以有個窗在一邊啦 那這間的多顯是個 雙人房啦 因為是主人房來的嘛 那這邊就是床頭啦 那這邊呢 都可以製作一個衣櫃的 那再看看這個on street啦 那有窗的 那這個浴室呢 這個位呢 那都是 闊 對啦 闊身那種啦 那甚至乎我們說換衣服這個位呢 做衣服這個位也是夠闊的 這個位置 他有多小的窗台位啦 那我個人來的其實挺喜歡一個mosbee的單位的 尤其是他是 為數不多的三房的獨立屋的一種屋景啦 那部份的mosbee會是 半獨立屋的 那但是在這個屋苑的 那將會 未來幾個月放售的 那都會是獨立屋啦 如果大家是想 對這個屋苑有興趣的話 亦都對這個屋苑有興趣的話 亦都可以跟我們說 我們幫你去跟發展商 去爭取提早去放賣出來 那這個單位的放售價是440K啦 那 都包了不少upgrade的 剛才大家都見到啦 那 它唯一一樣小小的問題就是 它比較近 前面那條的大路啦 那但是這條路呢 其實本身都是一條的私家路來的 那前面就是Codasec啦 那所以基本上都不是很多車會經過前面這條路啦 那同時這個單位還有一個向著西林方向的花園咧啦 那我就先看一下鴨併頓這個地方啦 那都有一些很有特色的屋的 那這個地方呢 亦都有一條河啦 那是泰吳士河 亦都是流去倫敦那條河啦 那這個湯呢有大概33,000人口啦 那你就過對面看看一個這麼漂亮的景色 剛才講開人口啦 33,000人口 其實都有接近九成 都是白人來的 亦都有83%在英國出生啦 那其實在這條河旁邊走走走呢 那這條河旁邊都就是 開心點舒服點 那阿平頓就是位於在牛津倫南的一個地方啦 那駕車的話十多分鐘就到啦 巴士的話二十多分鐘就可以去到 牛津的時中心 那我們現在就到在阿平頓的市中心啦 這個可以說是地標啦 阿平頓 County Hall Museum 一個博物館來的 那在它的對面馬路呢 那都有些的攤檔 那這個地方可以叫做Market Town 那Market Town是什麼意思呢 Market Town這個Term用了都幾百年啦 那 以前交通沒那麼方便啦 資訊沒那麼發達的年代呢 那其實Market Town就是 這裏周圍的鄉村 一個的貿易的中心啦 那通常呢都是在一些比較 大的建築呀 或者是一些城堡呀附近的 那所以呢 那它是會吸引多些人會過來啦 那尤其是城堡裏面住的那些人都是大觀貴人 那都買得起東西啦 那現在呢都有一個Market Town繼續流傳下來啦 那賣的都有很多個種類的 很多的當地的產品 那前面呢就是現在阿平頓的 一個high street 最多賣的地方 那如果有留意開boarding school的家長啦 那其實都可能沒聽過阿平頓這個地方 那為什麼呢 因為有兩間很出名的boarding school 一間是阿平頓 school啦 另一間是Whitney College 那都是在這裏附近啦 那至於賣的方面呢 那其實我們在後面呢 其實都有一間的Ratuals的 又或者是走遠一點啦 或者是開車的話呢 那就是去到一間Tesco Extra啦 還有一間Audi 所以在賣的方面都有選擇的 那我們現在呢就 在來了這個museum的下面啦 那講到market town的話呢 其實這個概念呢 也可以說是 英國人比較喜歡的一些居住地方啦 甚至乎有研究指出呢 market town 那個樓價是比英國平均的樓價是高13%的 我們就看看賣樓的最新狀況啦 那紅色點點那些呢 已經放賣了 現在正在放賣的 那是綠色點點那些 那今天我們介紹的那個單位呢 那就是這裏啦 就是440K啦 一個向著西南方向的花園來的 那剛才也提過啦 其實上面這條有條公路啦 A34 那所以 開了窗的話 那其實坦白說是聽到車聲的 那另外還有些什麼單位放賣的呢 那上天也介紹過 這個maidstone的單位啦 那一間比較細的三房 半讀林屋單位啦 那另外還有些什麼單位放賣的呢 那這邊呢 都有些 四房的單位啦 那是 487K起 那這個方向呢 花園的方向向著北那邊啦 那另外也都有一間的四房獨立屋是放售的 那港屋形是Hescav 那是四房 而有三個浴室那種啦 三層高的 那價錢是550K 我們也介紹這一個的屋形啦 那除此之外呢 這邊也都有一間的三房 三層高的 單位放售中的 515K 那這個是兩個浴室那種啦 那另外呢 將會放售的 那剛才不是提過啦 沒有其他的moresby會放售的 那這間是其中一間 都是獨立屋來的 那花園呢 就沒有 今天介紹的那個那麼漂亮 這個就向著東北方向啦 那其實都不細的花園 我們今天介紹那個花園就比 這個的130就稍微細少少啦 那其實 對香港人來計 那只要花園容易打理 那是最重要啦 那另外的 將會放售的 也有一間叫做Rally的 屋形啦 這個屋形都幾漂亮的 那是四房單位 那我們一邊駕車周圍 看看一個建好樓的環境啦 一邊跟大家講解一下附近的 配套設施 那其實這裏走出去市中心呢 都不算很久的 都是二十兩分鐘就走到的啦 那當然駕車會快些啦 甚至乎呢 有巴士 是來和雅兵頓的市中心啦 和牛津的市中心的 那都是出一條大路就有了啦 那至於超市方面呢 那可能駕車就方便少少 那駕車幾個分鐘就可以去到 應該大概兩分鐘左右 可以去到的 Audi的 超市啦 又或者去 市中心裏面有 Waitrose 或者走遠一點 那有 Tesco Extra 那至於下網方面呢 那除了那兩間市校之外呢 這裏附近那四間中學 那全部都是GOOD的中學啦 那再走前少少呢 那就是這個工地的範圍啦 亦都是剛才我們在這個Siteplan 看到 將來會放售的單位的方向啦 那巴士呢 預計在 2004年的年中 連尾座外呢 那就會應該 蓋好了 那我們現在在屋苑的中心位置啦 那是完全聽不到 那條大路的車聲的 那如果聽不合 Barris這個盤子不要緊要 那其實呢 那同一個 的位置啦 有David Wilson Holmes 那還有其實駕車過去 向著Audi的方向 都是駕大約兩分鐘的車 那也都去到另一個樓盤啦 那是Kingsgate 我們有另一段片會介紹的 那好啦那今次介紹完這個單位啦 希望大家喜歡啦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片的話 歡迎大家去 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 channel 如果大家想透過英國 做租樓 買樓 裝修 甚至乎買樓呢 亦都歡迎隨時找我們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